4月13日 吴吉隆和刘诗诗 合体现身机场准备前往日本 夫妻俩一如既往的没有凹躁些 而是选择了舒舒服服的休闲装 看起来未即将到来的旅行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心情也是相当不错 两人自2011年还不不经心时 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到如今已经快七年了 却一直没有经历所谓的七年之痒 明星夫妻感情好不好 只要看他们是不是愿意 在繁忙的工作中几时间在一起 每一次合体出现 吴吉隆都非常照顾刘诗诗 这次也一样 群称老公李马克思 负责推箱子林包 专写好男人的绅士风陀 严厉破此前传出的离婚谣言 4月13日 北京电影学院公布2018年一口成见 吴雷以92.85分的高分 取得表演专业全国第一名 送座而获得表演专业全国第三 女生第一的好成见 恭喜两位同线 此外 新生的演员黄俊杰 以90.98高分 获表演专业全国第二名 此前 中央戏剧学院也公布了2018年 艺术类考试和个名单 其中 话剧影视力表演专业中 一样签写 以94.85的高分 获得表演专业第一名 不得不说 这些纪念彩剧 也都是学霸啊